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任务除了疲惫和艰辛 也更加紧张和刺激 与凶猛的野兽近距离对视 临距离接触看似温顺呆萌小动物 动物们出现了反常提起 它们的任务如何完成 等待它们将会是什么 催龙鸭和张冠冉再次走进山东济南投马岭 野生动物世界 催龙鸭和张冠冉今天将分头行动 它们要完成动物园里最危险任务 赶虎回笼 每天下午四点是老虎们的晚餐时间 它们要在这个时候完成赶虎回笼的任务 就拿着鸭子 一块肉 催龙鸭和饲养员一起 把准备好的晚餐放进屋内 回来吧 想要回来了 要回来的意思了 看见屋里的晚餐准备好了 龙门外的雪虎有些迫不及待了 锁好头尾门 饲养员打开老虎屋门 每一道锁都给人和老虎们多加一道安全 原本在屋门口等待多时的老虎 看着铁门打开了 它似乎有些犹豫 在门口观察多次 雪虎进屋了 进来了 进来了 已经进来了 开始吃肉了 可是 想让第二只虎进屋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铁门开了半小时 门口竟然一只老虎也没有 看来 现在只能等待张冠冉 在散放区的驱赶了 已经放行 准备出发 收到收到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好吧 已经给我们消息了 那我们就出发 出发 现在这个心里真的是有点害怕 安全吧 随着猛兽区的大门打开 张冠冉在动物管理部经理 刘洪仁的带领下 开始了 驱虎行动 这只许白色大老虎 大摇大摆走了过来 它看起来没有一丝丝 想回笼的意思 为了防止散放区的老虎 突然发漏 保证饲养员的安全 驱赶车四周 被栅栏紧紧包围 大远了 看来用弹弓来打虎 这个活计 还真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刘洪仁经理的指挥下 张冠冉用动物园自制的泥土袋 打向雪虎 想让它离开原地 可是效果很不理想 吹龙鸭在饲养员的带领下 用口哨声和鸡的叫声 呼唤山底下的雪虎上山 可是环顾四周 不见一只雪虎的身影 罗的声音似乎起了些许作用 只不过这回 雪虎们聚集在半山腰上 观望着驱赶车的动静 现在真的是光线越来越昏暗了 已经快到晚上了 因为我知道老虎在夜里 他们的眼睛对于光的反射 会比人类要强很多倍 因为他们是夜行性的一个杀手 对吧 对 所以说时间越晚天色越暗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越危险 所以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完成这个任务 把这些这个雪虎全部都请回到龙舍 好 现在我准备把手伸到窗外 来 去个人 你先把手伸回来 你在伸出手之前 你也一定要观察一下 整体的情况 防止因为咱们那里有死角 对 有的虎 你的动作不如它快 明白了 好嘞 好像那只虎已经是要回去了 它可能感觉到我要这次发全力来驱赶它了 我看了一下 确实是没有老虎 不然的话我的胳膊卡在笼子外边是非常危险的 好 那只虎已经回去了 在我弹弓的威力之下是终于回去了 有了山上山下的配合 雪虎们开始往山上虎屋里跑去 来到龙门口 对外界还有些恋恋不舍的雪虎 终于回到虎屋里 动物园里的老虎 看起来对人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意 为什么老虎伤 今天夸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 3月25号动物园工作人员在石虎馆发现了残缺的人体遗骨 经公安部门初步确认 死者是距动物园约30公里的平山镇的居民张亚春 他有多年精神病死 动物园方面表示张亚春为什么来到动物园 又是如何进入的 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目前都还不清楚 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动物园找来一只刚生产的母狗 捕育小老虎 尽管百般不乐意 狗妈妈最终还是认下了这些小虎 让他们吃上了母乳 这样在狗妈妈的家庭里 就增加了三个小虎孩子 小虎不仅有个狗妈妈 而且还有三个狗兄妹 原来狗妈妈来动物园时 把自己的三个亲骨肉也一同带来了 有空他们就在一起玩耍 每天傍晚动物园闭园以后 饲养员都要带着狗妈妈这一家子 在狮虎馆四周散步游戏 小虎和小狗断奶之后仍然混养在一起 同时四只同龄的小狮子断奶后 也加入到这个奇特的大家庭 三只小老虎并每个见过他们的人们心中 顿生爱恋 在征得饲养员的同意后 摄制组的编导摄像也纷纷上前 与小老虎合影留念 一年后七月 科教频道试制组又来到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一年过去 小狗和小虎小狮子都已经长大 动物园仍然把他们混养在一起 在人类的干扰下 曾经呼啸山林的狮虎似乎已经野性不在 居然与人类的宠物狗和睦相处 一号散坊区里一共有四只非洲狮 三只东北虎和三条狗 这三条狗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种类 其实就是当地的土狗 几条土狗和东北虎非洲狮在一起 显得身材不及狮虎的一半 在那卷狭小的空间里 狗和老虎 狮子依然比肩接踵 你来我往 耳边思摸 亲如一家 一只狮子正在欺负着狗 咬它的尾巴 但小狗似乎并不好惹 编导过去招呼小狗 看到旁边还有狮子老虎 小狗立马不高兴了 回身撕咬起一只老虎 旁边的狮子似乎也被小狗的气势吓着了 赶紧溜走 小狗又奋不顾身地 扑向另一只老虎 眼前的景象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你一定难以置信 东北虎似乎变成了东北大猫 在拍摄过程中 设置组成员也时常忘记了 它们是猛兽 当编导走进内卷蓝网 老虎便主动凑过来 与人亲近 2007年7月 动物园为了饰演狮虎的野性 曾向一号散放区投掷肉块 当肉块扔进散放区后 老虎与狗参与了争抢 两条狗和一只老虎 前后脚到达肉块的落点 一块肉三个动物共同叼在了嘴里 一番撕扯 最后居然是狗占了上风 它叼走了食物 现场却没有暴力发生 它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法则 后来为了让狮子参与试验 饲养员把肉块向狮子所在的方位 抛过去 肉直接砸在了狮子身上 不等狮子反应过来 又是敏捷的狗 抢先把肉叼走了 但这一次狗没有幸运到头 到口的肉又被一只狮子偷走 狗对狮子愤怒狂吠 但狮子毫不理会 只顾吞噬 无法泄愤的狗 突然迁怒于旁边的老虎 几乎疯狂地撕摇起 无辜的老虎 人类认为本是猛兽的老虎狮子 没有表现出威猛残暴的野性 倒是狗表现出的野性 让人惊讶 2007年7月 设置组在狮虎馆拍摄的时候 每天下午三点半 饲养员都要把狗和老虎 狮子收回内眷 但是这时候 往往有一些狮虎玩野了 待在散放区不回内眷 饲养员就提着一条鞭子 只伸进入散放区 直冲狮虎奔去 甩响鞭子驱赶狮虎回内眷 刚看到这一幕时 设置组成员都为饲养员捏着一把汗 但一天天下来 饲养员每天都这样驱赶老虎狮子 我们发现 狮虎对饲养员并没有一丝冒犯的举动 这萌生了设置组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结束采访的前一天 编导恳请动物园准许进入散放区拍摄 考虑再三 动物园同意了编导的恳求 在狮虎馆 即为饲养员的护卫下 编导进入狮虎馆 一号散放区 进行拍摄 动物们看到一行人进来 做出不同的反应 狮子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或许是狗看到了饲养员手中的鞭子 聪明的它们躲得很远 老虎则表现出与人亲近的愿望 一直企图接近编导 编导手中的摄像机 几乎实现地与老虎零距离接触 饲养员们恐怕出现意外 一直极力控制着 人与虎之间的距离 但它们手中拿着的 只是普通扫地的扫帚 截至2007年7月 我们依然看不到 似乎凶残野性的一面 但是万万没有料到 仅仅过去八个月之后 就是这些人能够 零距离接触的老虎 却吃人了 哈尔滨阿城区公安局 刑侦大队 技术大队和治安大队一起 赶到了事发现场勘察 经过勘察发现 在散放区东南角处 发现了人攀爬的痕迹 死者可能是从该处进入散养区的 现在已经对这起 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定性 定性属于明山案件的 其中的一项属于意外事件 对这个现场遗留在医务碎片 经过技术大队 就是点验 没有这个锐器切割的痕迹 2007年 设置组在石虎馆拍摄时 曾经从各个角度拍摄过 一号散放区 可以清楚地看到 3.8米高的外围栏 和只上向内倾斜的 0.5米的电网 如果不是无理性攀爬 是不可能进入散放区的 我们认为 哈尔滨胡吃人事件 定性为意外事件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现在有养了很多很多动物 这些动物 小的时候的人类觉得好交流 这个动物 它这个很好玩 人类很好玩 但是随着很大的时候 它这个本性就出来了 它不可能随着你这个人 这个意识而变化 所以嘛 就是说是 我们人类一定要意识到 我们尽管和这个动物 亲密接触 养虫养动物 但是这个动物长大了以后 它的本性是要展露出来 任何猛兽 猛兽的本性 长大了以后 它本性是要显露出来 赶老虎回笼的经历 比他们的想象容易多了 这下 两人的心情愉快了不少 崔龙鸭和张冠然 赶赴下一个地点 圆驼园 欢迎欢迎欢迎 您好 我们今天带了礼物来的 行行行 我们想喂喂它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有了给羊驼剃毛的经历 第一次来到圆驼园 大个子圆驼 着实让张冠然有些吃惊 哎呦 好像还挺热情 来龙鸭快 我们这个 你这样它会很危险的 它会踢你的 它会踢我 对对对 我可以摸一摸它吧 可以可以可以 它们好像对我们给它们准备的这个柳枝花环很感兴趣 我觉得啊 有可能饲养员在这个吓唬我嘛 你看多乖啊 是不是 那你可以试一下 来嘛 我那只好像有些不太适应啊 对对对 人体踏步 他肯定害怕嘛 多了一个东西嘛 挖在里 哎呦 他会不会记恨我 没事没事没事 有了刚才的经历 这回冠然和龙鸭都不敢轻举妄动 举着柳条编织花环 喂给食草的圆坨吃 哎你摸一下它 特别的 有点像我们家里面养的一个小狗 你看今天你们的任务吧 就是和我这个一样 正必须都正面对着它 还有任务 对对对 我们喂一喂 我们就是来送个花环 你们今天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对 你看现在他都不愿意正面朝着这个摄像机 没事 我可以给你们点道具 给你那边找食物上去 完成这个任务 咱们就试一下能不能这个正面和羊鸭 正面和圆坨一起合个影 行行行 我去给你取食物啊 饲养员给两人 送来了圆坨最爱吃的胡萝卜 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现在我们的胡萝卜也拿好了 龙鸭我就先给你拍好不好 好行 你先点人家吃一个 不然不配 来你得先吸引他呀 这个是现在是你的任务 我只负责帮你拍照 快点快点 就是说十年就要链子了 抓紧的 好了吗 拍照了吗 哦 你要相信我的摄影技术 来像脸贴近一些 哎 正好有两只一块过来 你跟他们俩一块拍照呗 我跟两只 我那桌剪呢 很快就成功 你这两只也三分钟的 好 OK 我就是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我要和两只正面一起合影 先跑了一个 张冠展的任务似乎遇到了阻碍 两人决定到栅栏外 有了胡萝卜的诱惑 正脸罩 似乎更容易完成 哎呦 咬我呢 你的发型更帅 这合影无成怎么还喷人 他喷了我一脸痛吗 来 喷了你脸喷了我一后脑勺 你有纸吗 哎 思想员 他这个怎么忽然就对我们进行攻击啊 还要拿唾沫喷我们啊 对 如果说就是说你只豆茶不喂他的话 他会生气 我喂他了 喂他他也吐 你看喷的那个龙牙脸上还都是草啊 还有胡萝卜那个渣子 对 你看你顶了一头的唾沫 就是说 呃 不能是老豆他 对对对 要把这吃了给他 就他不喜欢被欺骗 对对对 啊 然后长时间不喂他只豆他 他会生气的 然后就 他经常那么着喷游客吗 对 很多游客都遭到毒鼠了 哦 虽然有了意外 两人和圆驼合影任务成功 和圆驼一样 以脾气温和著称的大象 在云南也突然发怒了 这位老人名叫蔡英生 居住在云南边陲江城县的农村 几十年来 老人一直过着平淡淳朴的农民生活 然而 在2014年3月13日 老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以其离奇的死亡 夺去了蔡英生妻子的性命 时至今日 虽然时过境迁 老人仍然未能从丧气的悲痛中 完全走出来 当天早晨 老人和往常一样 赶往自家的玉米地做农活 而她的妻子 则到自家的咖啡店 为咖啡喷洒农药 一切和平日毫无区别 然而没想到 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 临近中午 老人干嘛农活回到家 却没有看到 往常做好饭菜 等待她的妻子 等了一会儿 老人就开始自己生活做饭 一番忙碌后 老人做好了饭菜 等待家人回来 可左等右等 妻子始终没有回来 做好了饭菜的蔡英生 坐立不安 按理说 喷洒农药并不是繁重的劳动 按照以往的经验 妻子早该回来了 等了一会儿 妻子还是没回来 老人就打电话 问自己的大儿子 可儿子也没看见母亲 于是老人叫儿子 一起去寻找母亲 老人自己也决定 到自家的咖啡地里看看 咖啡地离家庭院 有几千米路 老人赶到了咖啡地之后 还是没有看见妻子 这时老人的大儿子赶来 经过一番寻觅 却看见了 令老人毕生难忘的情景 由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老人顿时如五雷轰鼻 呆若目击 蔡英生的大儿子 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老人和儿子在农田里寻找了半个小时 陆续找到了妻子的尸体 她看见的是板结手臂 一只脚 半只脑炉 妻子身体的一些部位 相继被发现在离农药喷雾气十多米 甚至几十米外的咖啡地里 有些尸骨甚至还挂在树上 而自家的咖啡地 也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云南省江城县整董镇华石板村 这里临风淳朴安定和谐 极少发生刑事案件 那么究竟是谁残忍地杀害了 蔡英生老人的妻子呢 老人和儿子赶紧将情况 报告了当地的镇政府和公安部门 接到消息后 当地村民费心旺 首先赶到了案发现场 他是当地的野象监测员 在和老人了解了情况 并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后 他认定凶手就是近年来 一直在整董镇附近 频繁出没的野象 费心旺判断主要一举是 当天早些时候 他曾经看见一群大象经过村庄 而且在事发现场 地上遗留下了大象粪便和巨大的脚印 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 雨水冲刷 但是还是能清晰地看见 当时大象留下的痕迹 作为当地的保险理赔员 费心旺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惨状 也只有大象能有如此的破坏力 在我们的印象中 大象性情温顺 是人类的好朋友 在我国云南和印度泰国等国家 大象被视为重要的生产工具 被当地人驯化成为人类的朋友 在动物园里 这些庞大的家伙 也往往是动物园的大明星 经常和游客互动玩耍 而且大象有着非常高的智商 那么在人们印象中 温顺可人的大象 怎么会在整董镇变得如此狂暴 使人死命呢 实际上 与我们的常识不同 野生大象往往是十分危险的 它们对人有着高度的警惕性 在突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大象往往出于自卑的目的 会主动攻击人类 而且这些看似慢吞吞的大家伙 实际上十分灵活 它们跑起来的速度 比刘翔都要快一倍 再加上其惊人的力量 被大象追逐 往往再劫难逃 实际上 每年死于大象攻击的人类数量 在野生动物攻击人类 致死数量的榜单上 一直名列前茅 然而 既然人害怕野象 野象也害怕人类 那么这群大象 为什么还要到 离人类聚居地 如此接近的地方来觅食呢 它们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江城县 位于云南省普尔市西南角 是我国唯一 与老挝越南两个国家 接壤的县 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 再加上转身游三国的 趣味优势 使得这个边陲的县城 具有独特的魅力 而且在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日益加剧的今天 这里很好地保存了 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 2011年10月 野象第一次出现在江城县 当时野象有18头 消失了几十年的大象 重新出现在江城 当地政府和村民都十分高兴 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 不少都将大象 视为吉祥敏锐的象征 村民们对这群大象 都奉为上宾 许多媒体当时 都报道了这一事件 大象也是既来之则安止 象群数量不断增加 而且在象群中 还出现了出生不久的小象 在亚洲象 野外繁殖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这让动物保护专家十分惊喜 2014年 一群新的野象来到了江城 整栋镇华石板村附近的野象数量 猛增到四十余头 当地野外的环境容量 已经不能给如此多的大象 提供足够的食物了 新旧象群和环境之间的冲突就产生了 本来大象的栖息地 已经越来越少 而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突然增加了这么多大象 食物不俗的大象们 只能离开山林出外觅食 而三四月份间 又正是云南的旱季 无形中加剧了冲突 生存空间的不足 实际上是造成整栋镇 人像冲突的根本原因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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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看一看 我不就看了 翠龙鸭 翠龙鸭和张冠冉的前两次经历 任务执行起来都让他们感到意外 这次他们有了些许防备心理 这条蟒蛇可不是常见的黑白斑纹蟒蛇 而是一条黄金蟒 在阳光的照射下 他的斑纹异常好看 这是两岁的黄金蟒 见到两个陌生人的到来 似乎有些害羞 翠龙 没事 没事 翠龙不喜欢 张冠冉似乎一点也不惧怕 被抓起来的球球 看起来有些紧张 拼命寻找安全支点 你这特别像那个十八罗汉 因为这个蟒蛇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因为它会用它的身体 把这个猎物活活地给盘死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猎物 你要不要来当一下猎物 我有点怕 其实没有事 这个饲养员大哥 敢把它给我们证明 这条蟒蛇应该是挺温顺的 你来试一下 你来先摸一下好不好 摸我敢摸 因为这个蟒蛇也是 不是 我不怕它卷我 它应该也是人工反应的 所以说 从小是和人类一起长大的 应该会很温顺 但是如果它用力 你看它卷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是 这长了个指甲 这是它的蟹直枪 你看我的胳膊 现在已经被它给勒红了 这还是挺有力道的 你不是晒的吗 你看我现在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假装邀我一下功了 还不愿意 你把他头拿得离我远点 这个没有危险吧 没有没有 不会攻击人 好 来龙牙试一下 你先来吧 真的是很重 大概应该有50斤 30斤 有有有50斤 先帮我把他的头拿远一点 没事 来我们的 你什么你服势 一会你就冲着我 太吓人了 这什么样的搭档啊 我跟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神一样的队友 你还可以啊 心里能不压我头发吗 怎么样 说说心理感受 还行 就还行 复杂一点 你起开 要掉了 掉了 掉了 是他起开 还是我起开 那我们要来啊 没事 来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盘着他主持一下好不好 来 好搭档 对对对 来 这个 不是 你别使阴招啊 没有 不用 来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那 我觉得我缠着他我就能快乐地过夏天 好凉啊 还真是挺凉快的 那是不是我们这样老板娘他 他会不会这个有些不开心 没事 没事 你别老鼠 你不能这样忽然地把手推向他 这是不科学的 他会以为是一只鸡 或者小白鼠飞过来 对了 说到那个小白鼠 他吃点什么呢 平时 平时我们都要以喂肉为主 喂肉为主 生的手 生的 生的 你觉得活的喂给他还是切成肉块喂给他 切成肉块都是 比如说他这样传着我的脖子会有危险吗 没有 没有危险啊 但是我也不建议电视集团的朋友们 您来魔法 这个确实还是挺有力道的 大家可以看我脖子这边 他已经是有一些用力的 对 你那是自己晒的 他往你脖子那去了 真的是会有一些力道 因为他勒你脖子的时候 所以这个请募魔法啊 别在这儿跟他玩了 咱们完成今天的任务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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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喂食去 想吃怎么样 喂食之前我们先要洗一下澡 还要洗澡啊 为了让黄金芒能在水盆里洗得更舒服 饲养员在盆子里兑好了温水 拿着水也是个体力活啊 这芒是挺重的 他着急洗是吗 他喜欢洗啊 好 吃 球球似乎想洗澡了 拼命从张冠冉身上 往水盆里钻 冷血动物的蟒蛇 在温水中浑身开始舒展 有动更加频繁了 洗洗没有刷子什么的吗 没有 他老小吃完 他有什么 一天一夜都不出来 泡一天一夜都不出来 就四个胶式 一条水水 不是 这也是 看多舒服 我都想跟他换个胃 好几个人给我服务 下去吧 下去吧 我自己洗行吗 把水水温调合适 不是说洗澡的时候很活跃吗 对 说他洗澡的时候爱咬人 那我换个这儿吧 我换个位置 如果只是洗澡llä 你 小心 这个 知道他不咬人 他现在就是 这是干嘛 但是他对着你喷舌头的时候真的很吓人 对 哎呦哎呀 哎呦没有 没有没有 这是我自己害怕啊 哎呀 这个要说 有有机会看到蟒蛇 还是挺 挺多的 但是能看到蟒蛇洗澡我 这 真是人生头一回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 反正咱洗澡不愿意让 别人看到 不知道他洗澡的时候会不会那个 攻击我们一下 真的出来了 洗好了澡 开始喂食了 人工饲养的球球 从未吃过活食 肉切好了 这怎么喂 在盆里就能吃 边洗边吃 这好享受啊 泡着澡吃肉的 那是给扔水里就行吗 还是怎么着 然后呢 送他嘴里 还塞嘴里啊 这跟咱们吃那烤鸭差不多 那是甜鸭 那是甜蛇 然后呢 要不要把他这个嘴给掰开 因为这个蟒蛇吃东西的时候 倒是可以把这个嘴脱臼 然后吞咽的 所以说 来龙鸭你把他嘴掰开 我帮你把肉塞进去好吧 你掰开吧 你掰开吧 来我们先把他嘴给掰开 哎呦 谁吧 谁就这么一样 你张嘴 张嘴宝贝 哎呀哎呀 哎呀 不行咱们这第一回 让人演示一下吧 您给演示一下 看看他这个怎么能给塞进去 我怕把他这个嘴子戳疼了 吃点饭吧 痛苦的啊 还得硬 他不是想吃饭了吗 都想找肉吃了 天天都这么 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类繁殖 从小饲养的原因吧 对对对 所以说他没有那种野生的那种野性 哦 哦 已经咬住了 这块肉 咬住了吧 好像 好像是咬住了 那如果我们撒手的话 他会把这个肉吃掉吗 不会吧 吃不了的 OK 好 我看到 找谁拉 找谁拉 哦 用力地用这个捏子 把他这个嘴给撑开 像这些肉是不是他不爱吃啊 好 多不愿意 还真是个力气活 而且很有危险 他的这个牙齿就在我们这个手的旁边 稍微一不注意 这块肉 捏着 捏着 是这样往里塞对不对 是是是 这有点霸王硬上空的感觉 现在因为我往里边塞 我能感受得到 塞到什么程度 塞到死亡的牙里面去吗 他的这个嘴啊 非常有力度 你还是挺可 还要往里塞吗 真的是一个 总是怕伤着他 谁谁谁 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行动起来是那么的恐怖 哎呦 你别抽到他嗓 因为那个东西也挺尖的 哎呦 对对对 来来 您来 您来给吃一下 这位都挣个筷子 看你们喂他都这么费劲 咱们是给他准备一顿饭 还是要强迫他吃一顿饭 咱们是给他准备一顿饭 然后强迫他吃进去 这真是最不情愿的一个美食 一道大餐 在饲养员的帮助下 肉终于塞进球球的嗓子里 蟒蛇喂食的任务成功 同样的黄金蟒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它遇到了大麻烦 在云南动物园透明的蟒蛇温室里 住着两条巨大的蟒蛇 一条黑 一条黄 黑色蟒蛇是我们常见的 而金黄色的这条却非常珍贵 它体内缺少一种霉 就是形成黑色素这种霉 所以就是它整个表皮就形成一条白的 正常的蟒蛇是有花纹的 但这个白化以后 它就是花粉也不明显了 经营突变 让一条普通蟒蛇发生白化 变成了漂亮的黄金蟒 所以它特别珍贵 也最受游客喜爱 可是几天来 黄金蟒不知为何 一直不吃不动 小王那天进入蟒蛇馆 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小王想看看 箱子里的黄金蟒是不是病了 于是探下身子 就在小王伸手去接近蟒蛇时 黄金蟒突然发狂 一下子咬住了小王 蟒蛇的突然进攻 出乎意料 小王被发生的一切 吓坏了 蟒蛇口中的牙齿 虽然个头不小 但是它们差不多是一般齐的 不像毒蛇那样 长着两颗长长的毒牙 所以专家说 蟒蛇一般是无毒的 蟒蛇不需要毒牙 来猎杀动物 是因为它有更致命的武器 蟒蛇 它的力量很大 只是很容易 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把一个人的颈椎 给错断掉 内战分散 从动物分类学方面来看 身形自为巨大的蛇 就属蟒蛇 这条黄金蟒 虽然不是最长的 但也有顽口粗细 三米多长 这么巨大的蟒蛇 脚缠直里非常巨大 同样大小的那条黑花大蟒 曾缠住过小王同伴的手臂 当时手臂就青筋暴露 颜色变紫 如果被黄金蟒 用这样的力量缠绕 小王几乎难逃一死 黄金蟒咬住小王的手后 立即开始实施 他的脚缠计划 用蛇身向小王身体缠绕过去 幸亏小王很快 就从惊吓中震惊过来 马上钻住蟒蛇解雾 没让他得逞 这时小王的同伴赶来帮忙 不停地往蟒蛇身上 浇凉水降温 蟒蛇的咬力非常之大 硬掰他的嘴是掰不开的 只能想办法让他自己松口 经过一阵浇水降温 蟒蛇果然松开了口 虽然蟒蛇放开了小王 但是这时一个疑问 却陡然出现在小王心中 看着医生为自己清理这伤口 小王手上的疼痛 此时却感不上心理的纠结 他在暗暗纳闷 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这里边一定有蹊跷 黄金蟒袭击了饲养员小王 可现在最怨恨黄金蟒的人却是另一个人 就是刚才帮助小王脱险的那个同伴杨洁 因为这条黄金蟒是被杨洁养大的 蟒蛇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不允许由个人在家中收养 后来杨洁决定把蟒蛇上交云南野生动物园 送走黄金蟒后 杨洁自己也申请成为了 云南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的一名义工 又能在动物园里常常见到黄金蟒了 小王被咬时 杨洁就在旁边 见到黄金蟒突然发狂 连杨洁当时也不理解了 从小人工饲养的话 他就不怕人 因为他知道你人不会伤害他 你怎么弄他 他都是挺温顺的 但是这个是有攻击的表现 蟒蛇虽然常常表现出攻击性 但人工喂养的黄金蟒 几乎是性格最为温顺的蛇类 它的反常行为让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小王脱险之后 动物园总工徐林木立刻赶来 查找真相 蟒蛇生活在温暖的热带亚热带森林 离开原生地的蟒蛇很容易感冒 徐林木仔细观察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黄金蟒流鼻涕 人们又检查了蟒蛇的排泄物 也看不出它有肠胃方面的问题 如果一切都正常 蟒蛇为什么突然发狂 一定还有隐藏的细节没有被发现 就在徐林木有些焦急的时候 小王提供了一个线索 就感觉到它身上有一些黑点嘛 然后就仔细一看 好像小虫子一样 近几天来 在黄金蟒浅色的鳞片下面 隐约能够看到一些黑色的斑点 这些小斑点是什么 跟黄金蟒性情大变 会有关系吗 徐林木小心翻开鳞片 看到了鳞片下面的黑点 是一种虫子 它是一种叫鼻 就是这个虫子各别 这个鼻子叫鼻虫 鼻虫是一种寄生虫 它们平时就潜伏在土壤里 树木上草叶上 一旦接触到动物身体 就爬上去靠吸食血液为生 这种鼻虫身材非常小 不仔细看 很容易被人忽视 难怪黄金蟒性情大变 为吸食血液方便吸取 寄生虫会不停地 向黄金蟒体内释放毒素 那些毒素会是黄金蟒 性情烦躁 黄金蟒性情大变的原因找到后 本来还对黄金蟒非常生气的杨洁 现在又开始同情他了 看到蟒蛇身上的虫子 大家都很着急 杨洁更是不顾危险 整天抱着黄金蟒研究 他真希望马上就能找到一个办法 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资料上反正都挺多的 然后选了几种方法 用药水泡 皮虫如果被浸泡在高温的药水中 就可能会窒息而死 药物也能缓解虫咬造成的皮肤炎症 这个主意看起来不错 但是黄金蟒现在脾气暴躁 它能乖乖地让人 把它泡进高温药水中吗 今天黄金蟒好像还算顺从 人们抱起它时没做什么挣扎 但它还不知道 等待它的是一喷加了温的药水 蟒蛇平时习惯的温度 是25至35度 但为了强化灭虫效果 兽医把水温 加热到了接近40度 黄金蟒被小心地放进水里 它似乎感到了热度 拼命向上仰着头 浸泡半小时后 按说应该看到被淹死的皮虫了 可为何水面上什么都没有 难道皮虫不怕水吗 仔细看看 黄金蟒的鳞片 在水里笔合得很紧 它们把皮虫 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好像是在保护着皮虫 在陆地上 蟒蛇需要依靠腹部鳞片 依次树立完成行走 而进入水中 它就会把鳞片收紧减少阻力 羊杖黄金蟒习性地保护 皮虫 还都紧紧地叮咬着鳞片下细嫩的皮肉 看到这些 杨洁和小王都忍不住了 他们要亲手把这些残忍的寄生虫 揪出来 皮虫一个又一个被揪了出来 揪出一个 黄金蟒就会少一点痛苦 可当人们揪得正起劲时 一个意外发现 让人们的手都停了下来 黄金蟒身上揪过虫子的地方 出现了血迹 这是怎么回事 用我们摄像机的放大功能看看 原来揪出来的皮虫嘴里 还紧紧咬着黄金蟒身上的肉 还有一些皮虫宁愿身体被揪断 也不肯松口 幸亏黄金蟒现在被送到了 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 徐林牧研究了这些寄生虫后 给黄金蟒开出了一个 含有微毒的注射药方 这个针 这个是花油药 花油药当地它身上 通过它血液在里面 它这个鼻子寄生虫 它吃进去以后 它自己种得死掉了 现在一个新的考验来了 要注射就要针刺黄金蟒的皮肤 会让它感到疼痛 可是黄金蟒从来没有打过针 它能乖乖地让医生注射吗 杨洁此时有些担心 它小心地按住了 黄金蟒的头部 药物注射进了黄金蟒体内 黄金蟒能承受那微微的毒性吗 而那些毒性能杀死皮虫吗 注射后几个小时 黄金蟒没有什么反应 而皮虫们已经尝到了药物的味道 松开嘴从黄金蟒的鳞甲里爬了出来 自从皮虫爬出鳞片 黄金蟒就明显精神了起来 又经过了几次这样的治疗 黄金蟒身上的黑点逐渐干净了 既然这一切是皮虫惹的祸 人们就针对皮虫又下了很多功夫 研制出的喷火消毒方法 让皮虫无处藏身 黑蟒蛇也经过了逆虫治疗 在这么周密的心心照顾下 黄金蟒终于开口吃食了 野生动物毕竟还是和人不一样 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秉性和爱好 无论他平时状态如何憨态可居 温顺可人 一旦没有摸清他的小性子 即便是长期和人类接触的小家伙们 一样不留情